第十名 陈英 2014版本 赵韩英子饰演 陈英是金庸武侠小说里《神雕侠侣》中的人物 温柔美丽的江南女子 是陆家庄的表小姐 大家闺秀 第九名 穆婉清 2012年版 赵媛媛饰演 穆婉清是天龙八部中的人物 大理正男王段正纯与情妇修罗刀秦红棉之女 其容貌可谓角色 犹如星月清灰花束堆雪 在大理无量山上被李清罗手下追赶时 脸蒙黑沙表现得极为泼辣 第八名 任盈盈 2001版 许晴饰演 任盈盈是校江湖中的人物 任月神教教主任我行的独生女 东方不败夺权后被人尊为圣姑 第七名 王雨嫣 1982版 陈玉莲饰演 王雨嫣是天龙八部中的人物 有天下第一美人的称号 第六名 周芷若 2002版 高媛媛饰演 是《倚天屠龙记》中的女主人公 俄媒派掌门人 出神如仙 是金庸笔下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角色 第五名 赵敏 2002版 贾静文饰演 赵敏是《倚天屠龙记》中的第一女主角 是金庸笔下最受读者喜爱的人物之一 天下兵马大元善 如阳王之女 大元第一美人 第四名 小龙女 李若同饰演 小龙女是神雕侠侣的主角 古墓丽人 容颜几十年不变 加上不食人间烟火 妥妥的仙女范 杨过和姑姑最后发展成了夫人 第三名 小招 陈秀丽饰演 《倚天屠龙记》中的重要人物 是戴琪斯的女儿 第二名 陈媛媛 在金庸的陆顶剧里 陈媛媛成为吴三桂的小妾 但是与李自成剩下了一个女儿 名叫阿珂 后来阿珂成为了伟小宝的老婆之一 第一名 香香公主 她是书见恩仇路中的人物 乃金庸笔下的第一美女 全身白衣如雪 明眼绝伦 在老先生的笔下 香香公主完美的 太不真实 好了 以上是小编总结的时代美女 你有什么看法呢 有不同意见可以留言评论哦